好 門號 OK 按個確定 這邊按確定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幫我插入一個sub 這就是程序名稱 叫做門號 一定會有一個end sub 那程式就寫哪裡呢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頭尾 記得 不要隨便把這個刪掉 一定要有頭有尾 才是完整的程序 那怎麼寫啊 按個TAB鍵 一般會縮排啦 就是裡面一層 特別注意喔 輸出的東西請你寫在前面 以前是什麼 1加1等於 以前什麼 1 以前是1加1等於2對不對 請你寫成這樣 2等於1加1 他的輸出是最後呢 加起來東西會寫到前面去喔 所以 不要 就是一直記得那個以前的那個算 那個計算的公式喔 記得喔 就是說 輸出的寫在前面 公式寫在後面 所以今天我要輸出這個儲存格 要怎麼寫 OK 首先的話呢 你們要先學會一個物件名稱 叫做儲存格 就Sales Sales 指的就是那個儲存 儲存格的物件名稱就Sales 所以你就打一個Sales 那 輸出的寫在前面 所以Sales 刮鬍之後會問你說哪一列啊 你就給他第四列 哪一籃啊 你就給他第 你可以 打個5啦 不過5 感覺 我覺得沒有打這樣清楚 你可以兩種打法 一個是打個數字5 或者是打一個1啦 那我習慣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14嘛 那表示啊 我要輸出到 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這個儲存格 這樣就指到他了 OK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公式 等於什麼呢 09 就是剛剛打那個方法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資料編輯列 AND符號 前後不用空白 可是VBA的 規則 AND前後要空白 OK這個是不一樣的點 AND什麼呢 AND 然後呢 哪一個儲存格啊 這個嘛對不對 就F藍的 一樣第四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AND什麼呢 AND這個 這邊改成F 09 11 然後再什麼 空一格AND 空一格一個dash 再AND AND什麼呢 後面這東西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樣 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 然後這個改成 改成G對不對 改成G 不過呢 它要是084 所以剛剛我們用個 TEST函數嘛 那TEST函數 第二個不一樣 在VBA裡面 它沒有TEST 它換了一個名稱 叫做FORMAT 不過它的作用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把什麼呢 把TEST改成FORMAT 然後呢 把這個東西084抓過來的 豆點 然後一樣什麼 000 然後一樣 然後在後面 把AND 有沒有 這個 Ctrl11 為什麼 因為後面 H一樣嘛 所以我可以把這邊複製 再貼到後面之後的話 把這邊再改成什麼 改成H OK 應該看得懂我在做什麼吧 好 實際上 VBA就是 把上面的東西當一個物件 有點零件嘛 你零件拿過來之後 你可以 去控制它嘛 反正主要 每畫面上所有東西都可以當成一個物件 來控制 那你如果可以控制的話 你就可以寫出自動化了 OK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磁心看看 怎麼磁心呢 上面有個 Play嘛 對不對 OK 就一樣Play嘛 對不對 OK 好像有個什麼 UT 什麼 他不是 Play啊 Play 不累 你累了嗎 他那個每次都有洗腦 你累了嗎 我看你好像有點累 OK 上班很辛苦 OK 好那執行 特別重要執行就這個 把它執行過 執行的時候他會做什麼 他就執行這個門號 然後把這一段程序 執行過 所以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 上面是不是就一個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總共會有 幾列呢 從第四列 一直到第幾列呢 Ctrl向下 103列 那這個時候 就需要 因為他會重複嘛 是 可以說 沒有 當